祝福的宣言,愿各位平安 你是救活世界的宣教士 看耶和华所要行的事 天地万物间最珍贵的名字 就是耶稣这个名字 今天又因着耶稣呼召了我们 愿赐给我们真正的盼望 愿今日,因为我们仰望基督 我们所有凌弱的疾病得到医治 在这世上,哪怕是再怎么黑暗幽暗 但是因为基督成为拥有真盼望的我们 成为见证福音,被神树立为正人用主的名住院 各位,或许在座的各位 你们有无法言语的郁闷参加这礼拜 努力过着人生去拼命挣扎了 但是却事情无法成 而且好像要成了却又跌倒 不断地在家庭产业当中发生各样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问题也不知道 也许在座的各位,你们过着这样的人生吗 或者说,我并不愿意 但是某一天,我却在问题当中 无法入睡 过着这样的人生 有这样的各位吗 今天我们长老祷告一样 越来越多的精神病 抑郁症 还有中毒 在急速地加增 或许我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吗 如果说你们是在这样的位置上 那么今天此时此刻 真的医治我们的神 愿各位提供到神的医治之手 带着真的盼望能够回去 用主的名再次祝愿各位 上一周周五的时候 传道学晚上信息是在巴拿马做事工的 劳恩西恩牧师 给我们在周五传道学见证的话语 在巴拿马传道运动当中 最初就一起被引导的那一位牧师 实际上他本是庆礼教神学校的教授 而且也培养了很多的神学生 但是真的蒙受福音之后 发现只有这个才是一切 下了这样的结论 实际上也在巴拿马的福音运动当中 传道运动当中 非常珍贵地被引导的 就是这位巴拿马的牧师 他多少程度地下了答案呢 就是2020年的时候 整个家庭都来到韩国参加训练 刚开始他来到韩国的时候 是自己参加训练 每次韩国的宣教大会和合室训练 他都来参加 而且现在我们教会也在进行着 40日的中南美集中训练 他每一年都是参加宣教大会之后 然后进行40日的集中训练 他有一次带着整个家人来到韩国 妻子 两个儿子 甚至于儿媳妇还有孙子 全部都来到韩国进行训练 参加合室训练宣教大会 被集中训练所引导 上周五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告白 他本是清理教神学校的教授 也在培养着神学生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蒙受了福音 直到基督的福音和传道运动下了结论 进入话语当中 从那个时候周围很多的人就开始逼迫 然后他也面临了很多的困难 是当然的 不仅如此 但是他却绝对没有动摇 不断地在训练当中被引导 不是我到底做了什么 而是神为了我们要去做的征战 我看到了这样的事情 在这样的逼迫与患难当中 没有说有自己的对策 我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些困难与逼迫 通过逼迫与患难 我要是怎么样努力去听他们好的评价吗 他完全没有为这一方面去准备任何的方式或者方法 而是有逼迫就有逼迫 有困难就有困难吧 照搬不误的全部接受 在这个时候他更加蒙熟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看到了神为他去做的征战 神为他做的征战 看到了这一点 这是分明的 各位 我们真的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 如果看到神要去做的事情的话 很多的部分会完全的改变 今天的话语题目叫做 此时也在做工的基督 真的就是此时此刻 基督也在做工的基督 你们如果能看到能够想到这位基督的话 你们所有的想法跟判断都会变得不一样 在逼迫在困难当中 不是跟他们去征战的奥秘 就是看到了此时也在做工的基督 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 自己亲自经历的见证 2020年的时候被诊断出胃癌 6.5厘米这么大的一个 癌症留在胃当中 然后当时他在受到了这个医生的诊断的时候 他同时也在听到了我们教会周五传道学的信息 韩国周五晚上的这个信息是巴拿马的早上的时间 时差的时间当中 他在巴拿马听着我们汉纳教会周五传道学的信息 在听信息的过程当中 他为自己祷告 然后神会赐给自己的信息 为这个祷告的时候 他听到的信息就是 我们的人生有着非常长的隧道 但是这个长的隧道不要独自去行走 而是要基督与你同在去行走这个长的隧道 他持续这样的话语 虽然他患了胃癌 但是却没有害怕 就是在人生长长的隧道当中 享受神与我同在的这个事实 通过祷告在神面前的时候 神赐给他恩典 打开手术的时候 发现这个胃里面 就是 癌症的这个 在胃里面却 6.5厘米的这个癌症流 不知道为什么在胃里面 却变得很软 然后就是胃中的 癌症呢 就是不是硬块 医生只是清扫了他的胃而已 把这个流都拿出来了 就看到了体验了 神此时此刻也在 听礼拜的 听爱的过程当中 如果知道属灵的事实的时候 你们就会有真正的属灵的本质 知道属灵的事实 明白属灵的本质的时候 你们就会知道 在你们背后 现在也在做工的基督 就能够看到这一点 也能够体验到 此时刻神在做工 很多的时候 我们做的信仰是 但是实际上 因为没有打开属灵的眼目 去到现场 在现场发生的问题 状况当中 看到这些 却陷入这个里面 甚至没有办法 预复到自己的属灵本质 就自己要去活着 自己要去征战 自己要去胜利才行 但是信仰生活 简单的是什么呢 就是愿各位 一定要铭记这一点 当你们打开属灵的事实 眼目的时候 在属灵事实当中 发现属灵本质的时候 就会发现 神有同在 我是神的儿女 当这一本质 绝对不动摇持续的时候 你会看到 做工的就是神 所以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看耶和华神孝行的事 神赐给我们这个应许 当我们是这个应许前行的时候 神在这些现场 到底会去怎么做的 我们要去看这个事 今天的题目叫做 此时此刻也在做工的基督 今天我们礼拜的时间非常短暂 但是当你们指定 正确应许的时候 神跟你们有相关的 所以现场 以宝座的能力超越 神的能力在做着工 我们是确信的 此时也在做工的基督 当你们知道的时候 现场任何的环境状况 你都不会动摇 大部分 我们没有办法体验到 此时做工的基督 所以我自己要努力 我自己要奋斗 我自己要去做点什么 在这里面 所以劳苦丹 重担背负着前行 愿本周 指定题目 此时也在做工的基督 愿各位能够享受 祝福的一周 打开手里的眼目用主的民主 愿各位 通过今天的本文 此时也在做工的基督 我们要体验这一点 那怎么样就能够体验到 此时做工的基督 首先本论第一点 要指定从人生问题 脱离出来的答案 愿各位拥有这样的时间 人生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事实上 发生的人生问题 越来越发现 就是诅咒 灾殃 痛苦 失败 不断的会发生 问题会变成很大的问题 会有更多的痛苦 我们不知不觉 谁希望有痛苦 没有一个人希望有 没有谁希望有问题 但是虽然如此 但是却不得不在 问题痛苦当中过的人生 这就是人生 而且越来会越严重 而且会更大的厉害 这就是世上 这就是人生的人生活 所以启示录也说 欺骗的会被更骗 希望的灵会变得更邪恶 为什么呀 因为在末世的时代 修夸的加拿大 知道自己生的日子不多 所以哪种痛苦与问题 让所有的人生被带领去灭亡 比现在而言 将来的世界 会变得更好 你们直接放弃这个想法吧 圣经分明已经预言了 我们不知不觉的 属灵问题会越来越多 无数的人因为精神的问题 无数的人会因为抑郁症 无数的人会陷入中毒当中 没有办法不得不在失败的人生当中 过着自己的人生 这就是这个世上的人生 但是呢 神给了我们从这个人生问题当中 脱离出来的解答 这个解答就是 唯独唯一信的耶稣基督 首先 从灾阳与诅咒痛苦当中脱离出来的基督 愿各位能够持续这个唯一的道路 今天本文化语读中 话语当中有很多疾病的人 我觉得话语当中说 有一个人得了38年的疾病 对于这些人 他们有唯一的盼望 那就是在毕师大的池边 等着这个池子里面 天使降临到水池当中 与这个池同行的时候 谁先进到这个池子里面 就能够得医治 这是他们听到这样的消息 所以在毕师大的池边 有很多疾病 很多有顽固疾病的人 都在这里等着 一句话说来的话 就是实战的方法 他们是绝对没有任何盼望的人 所以他们今天聚在毕师大的池子旁边 对于实战的方法 他们是没有任何的盼望了 我们的人生问题就是这样的 离开神的创世 三章陷入这问题当中的我们人类 好像看似能够做点什么 其实绝对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现在这里面 用神学的话语叫做什么 全然堕落 是全然无能力 因为人离开神 无论是谁都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 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是这样的人生 他们就为了吃喝 在这里面过的人生 哪怕再怎么善良地过的人生 这只是世上的基准 在神的面前 这个本身就是罪 所以离开神的人生 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看今天的本文 耶稣医治了疾病38年的人 这个被医治的人 14点话语上他回去的时候 告诉他什么呢 不要再犯罪了 是已经病了38年 医治他让他回去的时候 耶稣对他说的话就是 不要再犯罪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有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部分 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罪吗 这当然不是的 还是有的人说这样的话 我们因为有疾病是鬼神的做工 我们所有的疾病真的果然是鬼神吗 当然圣经里面有被鬼附了 所以就陷入疾病当中也有 因为罪也有这样的疾病 但是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 但是分别一点就是 今天耶稣要说的是什么呢 不是因为肉身的软弱 而是因为罪所来的疾病 所以你不要再犯罪了 就是这样的 因为罪而来的诅咒与灾阳 能够从这里脱离出来的唯一道路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和基督 让我和各位的人生成为生命的人生 祝福的人生 为了引导我们 所以来到这世上 各位要持定 这个答案不会一样 所以罗马书8章2节的话语说 耶稣基督里面生命与生命的律 生命与圣灵的律 因着这个律让我们得到释放 让我们从罪与死亡的律当中 脱离出来了 因为罪而来的祖族灾阳 能够得到释放的名字 就是基督的名字 要持定这个名字 而且我们人生问题还有什么呢 我们也不知不觉 想拿着我的力量去过人生 我们会这样的告白 当然对 我们会知道我们自己再这么努力也没有用 对是这样的 但是为什么这样 因为人生在命运当中 再次说明就是被撒旦压制着过人生 所以在话语 使说行传十三个八个的话 所有人全部在撒旦的压制当中 压迫当中不得人生 所有人的权势跟能力是同大的力量 把所有人全部抓在命运当中 没有任何办法从命运里面脱离出来 被撒旦压制 所以拜偶像 因为被撒旦压制 所以拜偶像 那么当然就不得不面临 我不心愿的精神问题 精神问题又有肉身的问题 所以在这人生过世上 在世界里面各样的担忧问题 在去地狱之前已经过了地狱般的人生 而且把这些人生还会成为属灵的遗传给后代 一句话说来的话 就是在撒旦的命运当中 没有谁能够从大人脱离出来 撒旦的命运 怎么样能够从大人脱离出来 谁能够胜过呢 这些世界没有能够胜过撒旦权柄的人 但是神却赐给我们能够胜过撒旦 击退撒旦的名字 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字 在离开神的那一瞬间 神就赐给了创世三章十五节 女人的后颖 要伤蛇的头 基督来了 伤了 打破了魔鬼的头 击溃了撒旦的权势 就是这样的意思 按照这个约定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神的儿子形成出来 就是为了出灭魔鬼的作为 神的儿子是谁呀 就是基督来到这世上 为了出灭魔鬼的作为 唯独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 才能够击溃撒旦的权势 能够胜过撒旦 打开与神见面的道路 今天这个答案 这个解答 各位要持定 不仅如此 很多的人成为奴隶 成为俘虏 又成为附属国 过着人生 能够从这里面脱离出来的应许 各位要持定这一点 今天的本文话语当中 一节 这时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耶稣上到了耶路撒冷 这里面说的犹太人的节期 是什么样的节期呢 是愉悦节 愉悦节是什么呢 从埃及 脱离出来 本是奴隶的人生 谁也没有办法从这里面解脱出来 但是当抹上高阳血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 从四百三十年的奴隶人生当中 脱离出来 今天犹太人呢 成为愉悦节主人的弥赛亚耶稣 基督已经来了 但是他们却并不接待 他们只是守着愉悦节这个节期而已 只是看安息日为重要 只守着愉悦节而已 成为愉悦节的主人 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不仅如此 但是他们却不接待主耶稣基督 这个在某一方面来说 就是 过着奴隶 俘虏 附属国 人生当中的我们一样 真的 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但我们却不接待耶稣基督 在这样的现场 耶稣 以基督为证据 救活了 疾病38年的病人 这说的是什么呢 从奴隶 从俘虏 从附属国 能够得释放的名字 只有基督这一个名字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不觉 或者奴隶班 俘虏班 还有附属国班的人 不知不觉就在那里面 被牵着走 成为奴隶 能够从这里脱离出来的名字 唯有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就像我们当中打告的时候 今天我也需要耶稣基督 真的从奴隶当中 脱离出来的越节的主人 耶稣基督 从附属当中脱离出来的 以马内里的基督 从附属国当中 脱离出来的基督的名字 我们真的唯独要释定这个名字 这是我们人生唯一的答案 当我们释定这位基督的答案的时候 我们人生随的问题 都会得到解决 此时也在做工的基督 为了体验这一点 我们要知道成为人生问题的 耶稣基督从当中脱离出来的 就是这个名字 可能第二点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确认和享受 此时在做工的基督呢 就是让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进入福音当中妨碍的这些部分 完全无法进入福音当中的 所有妨碍的一切 要舍弃丢弃 或许我们里面有不知不觉 无法向人去说的 顽固性的疾病吗 因为这些顽固的问题 愿各位能够去持定基督 愿各位能够进入话语当中 今天本文当中里面 38年疾病的患者 一句话说来的话 就是再怎么努力 但是他却有这样顽固的问题 虽然是肉身的问题 但是谁也无法给他解决 而且这么样努力了 但是却无法解决的 这个顽固的问题 话里面说是38年 某一方面这个38年 他的想法 他的生活体制 已经全部都是倒塌的状态了 人因为这个顽固的 长久的疾病 即使是肉身的疾病 但是却会给属灵的影响 然后精神也会有 很大的问题困难 不是一年两年的疾病 而是长久的这些疾病 不知不觉 就会属灵当中完全失败 精神上也会完全挡塌 生活也好 想法也好 心灵也好 完全是一个跌倒的状态 今天说了38年 顽固疾病的这个患者 在B十大池子旁边的这位患者 对他而言 他最需要的就是福音 但是因为他不知道福音 所以他只是希望的 唯一的盼望就是 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疾病得医治 怎么样能够快一点得治好 当然他这么想很对 但是能够解决人生 完全问题的就是福音 就是话语当中才可以 不知道这一事实 所以就是想 啊我这个疾病怎么得医治啊 全部的关心就只是在这一点 但是这样的一个患者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他遇到了耶稣基督 听到话语的时候 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们的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呢 遇到耶稣听话语的时候 就能够得到解决 任何的方法都不可能解决 有一个人对我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 他说他自己曾经有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就是因为某个危机 面临太大的压力 受到这种压力的瞬间 属灵也好肉身也好 完全的荒废倒塌的状态 没有办法来到教会的程度 实际上没有办法起来 来到教会 肉身就只能是这样子 就只能躺着 不能动 在这样的时间当中 一天两天 越来越久 他发现 这样我就可能会死了 因为这样我可能就会要死了 所以 因为也是神赐给他的恩典 就是某种话语我才能够活过来 我要听话 我才能够活过来 所以 完全只能躺着的这样的状态 他下了这种阶段 就是决断周三要参加礼拜 因为马上来教会参加主日礼拜 太累了吗 灵里面完全被掌控倒塌的 这个状态的时候 真的很累的 我们能够来主日做礼拜 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完全属灵被掌控倒塌的这个状态 实际来教会做礼拜 这个本身都会很累 但是他发现这个时候 我可能快要死了 觉得不该这样待下去了 所以他想要从周三恢复礼拜 下了这个决断 哪怕是很累 没有办法动弹 但是却这样的 是艰难地爬起来的 教会参加周三的礼拜 在周三礼拜当中 闻到了神的恩典得力量 然后开始挑战主日的礼拜 因为恢复树林的力量 能够听到话语 他就说当然肉身也是完全能够得恢复 树林当然也得神的恩典完全恢复了 真的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人生 无论任何的问题 只要遇到耶稣 听到话语的时候 全部都是能够活起来的问题 这是答案 我们顽固的问题 别人无法理解的问题 但是这所有的问题 拿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 愿各位能够这样做 愿各位能够通过基督听话语 通过话语 带我心里面来的时候 我们灵肉就会得力量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活起来 很多的人 为了解决问题的本身去努力 所有的宗教也这样教导 所有的宗教说什么呢 我要给你的问题解决 所以就让你们去他的宗教啊 如果解决问题是答案的话 我们没有必要来教会 因为宗教也说要给你解决问题 天主教佛教都说要给你解决问题 这些很奇怪的异端 他们也会说马上要给你解决问题 我们解决问题并不是 我们的答案 神愿这个问题让我们 能够进入福音 进入基督当中 愿我们能够听话语 但是感谢的就是 进入福音听话语当中的时候 我的问题就会看到 这个不成为问题 反而问题就会发现 这是神赐给我恩典的盾牌 越是问题我就会发现 这是神赐给我的祝福 格林多后书十二章 一到十几的话语 但也非常清楚 保罗因为在传道的事工当中 有一个长长的绊脚石 他说是基督的 撒旦的刺一样的 绊脚石为此做了三次 恳切的祷告 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神给他 神并没有给他解决 反而通过这些问题 神赐给保罗恩典 就明白了 原来我软弱的时候 就是基督的能力 能够停留在我身上的时刻 明白了这一点 问题就是基督的能力 能够庇复我的时间 能够明白 所以就告白说什么 我软弱的时候 就是我刚强的时候了 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 愿各位不要把焦点 集中在问题上 而是那这个问题怎么样呢 进入福音当中 要明白这是神对我的提示 这是神要刚无所 进入话语当中的方法 愿主的用主的注意 各位能够去进入福音当中 无论任何的状况 任何的毕竟当中 能够成为进入福音里面的机会吧 任何的状况 任何的毕竟 愿各位能够成为 去寻找福音 去改变成为找福音的祝福 这是神的目标 神不是让你们拥有问题 成为你们 让你们拜往 不是让你们通过困难拜往 这不是神的目的 神结果是通过问题 让你们能够进入福音当中 我们进入话语里面 上一周 我们教会有一位 只是夫妇来教会 就是说太感谢 所以过来跟我问候 其实 这个家庭 他们发生了 特别委屈的事情 甚至于他们面临了 要去到了法庭的问题 成为妻子的主持就跟我说 他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他太突然了 所以来到我的办公室 跟我说能不能一起祷告 然后我跟他一起分享话语 然后跟他祷告 当时拿着诗篇三十一篇的话语 跟他一起分享 然后一起祷告了 在诗篇三十一篇当中 是大卫拿着自己的问题 拿着这个问题来到神的面前 没有躲避问题 而是拿着自己这个问题 就来到神的面前 拿着这个问题在神的面前 大卫体验到了什么呢 唯有基督 是我问题的唯一解决者 他执行这样的话语 所以三十一篇十四节的话语 说耶和华 我仍旧依靠你 我说你是我的神 我仍仰万民 当时定 我一度仰望神的 这个应许的大卫 然后神经历他们的 结果是什么呢 因着他的问题 到神面前祷告了 时定的应许 因着这个应许 神让他在万民当中 能够去做见证 成为了正人 神经历了这样的证据 所以仰望耶和华的你们 仰望耶和华的圣徒 他开始跟别人去做证据 拥有了这样的证人 被神所树立 我就分享这样的话语 跟这位指示 一起祷告了 我们的指示 吃进这个话语 在话语当中 每一天 拿着神赐给的话语 然后每一天 去找自己的丈夫 他们每一天 用非常短的 会面的时间 他不是做别的 而是拿着非常 十分钟短暂的这个时间 跟丈夫分享话语 只是他们两个人的告白 对我说 那个时候的 话语 实际的话语 就是自己信仰生活的时间里面 那个时候的话语 是实际的最多 就是真的 那个时候的话语 完全到心里面 那个时候话语 不再是文字 而是活着的话语 进入到自己的里面 成为指示的 丈夫 她也给我看了 一个小小的手册 是十分钟的 这个见面里面 妻子的见面 整理的话语 拿着这个整理的话语 拿着这个话语 活到了如今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你们 哪怕再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神并不是 不知道你的问题 神在这个问题 状况历境当中 希望你们能够 进入福音当中 能够持续话语 能够进入话语 这是神把这个问题 当中的方法再使用 有什么样的纠结吗 神通过这些纠结矛盾 也愿树立我们为福音的 无论在任何状况当中 愿各位不要纠结 能够进入福音当中 持定成为基督福音的话语吧 各位真的很累吗 真的持着允许祷告吧 各位不做呀 真的很困难吗 真的持着允许祷告吧 这个时候你们就会体验到 此时也在做工的基督 大部分一有困难就放弃 就愁愁不前 自己就回头丧气的 神本来是要输入 我们在珍贵的祝福当中 但是我却自己放弃 陷入灰心里面过生活 真的愿各位持地允许 看到神要通过话语去做工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状况当中 体验到神会赐给我们 给平安用主的名 祝愿和各位成为这样的人 如果各位这一部分 没有办法形成的时候 不知不觉 我们里面就会有错误 拿着这个错误的前行了 为什么呀 因为最初我们里面 离开神的我们里面 就有不信仰的一切配置 所以真的愿各位持地话语 进入祷告当中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去 体验这个福音的能力的时候 虽然我们不愿意 但是我们里面 已经有深深重入的不信仰 会让我们陷入这里面 然后跟随着这个前行 这样的人生就只能是 失败的人生啊 所以真的我们里面 愿一切都能够成为 进入到福音话语当中 愿我和各位能够领导神 赐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每天要怎么样 以神的话语成为我的望楼 真的愿各位去默想话语吧 能够胜过不信仰的道路 只有这一点 现在我们教会的医治局 给大家做了非常一个 好的设计的话语笔记本 你们要好好地去使用这个 然后你们边在记录这个话语的时候 边去默想 它有各个主题 就是一百个句子的圣经福音句子 或者各样的医治句子 如果你们没有的话 去买完这些话语 过来去记录 然后去写 愿各位能够去默想这个部分 那么就会发现问题状况 不是问题 在问题状况当中反而能够 看到神做工 让我们体验平安 这个时候 持定我心 和意念的撒旦的通路 就会完全倒塌 十篇一百一十九篇 十节的话语 十节的话语说 为了在主面前不犯罪 所以我把神的话语存留在心 为了在神的面前不去犯罪 所以我怎么样呢 不离开神的话语 遵信神的话语 什么意思呢 以神的话语在我里面 成为忘楼去积累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犯罪 不会陷入不信仰 我们就会每一天去体验到 享受到神 向着我们做工的话语成就 真的愿各位持定话语 进入福音当中 一切高过福音的理论思想 完全打破吧 今天本文话语当中的犹太人 他们比福音更加强调律法 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救 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救 本文应该是福音 但他们更加强调什么呢 怎么样守安息日 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守律法 更加强调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不知不觉 在我们里面 有比福音更加高的理论 想法和思想 这个打破了 才能够完全享受福音的奥秘 只能在我们里面 才能以坏书里成为坚固的望楼 格林多 后书十章五节的话语 所有的理论都要打破 怎么样呢 让我们能够把一切的自高知识 全部打破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顺服基督 所有的理论思想 我所学到的这些知识背景 就有这样的部分在我里面 所有的一切 就是让我没有办法 完全进入福音当中 是撒旦的望楼 我 我的 我的成功 这个在我的想法 在我的思想里面 在我的理论当中 在我的背景当中 这所有的一切是什么呀 却没有办法进入 完全福音当中的 撒旦的 妨碍 与望楼 所以今天此时此刻 愿各位在这一切的生活当中 在我里面 福音的话语 能够打造成为望楼 用这种意味着 祝愿各位享受这一切的祝福 基督 福音的话语 当你们拿这个 成为你们人生望楼的时候 会显出的祝福是什么呢 你们就会看到 显出的是圣三位一体神的做工 因为基督 就会兴起创造的做工 因为基督这个名字 实际上 救赎的做工就会兴起 因为基督这个名字 从上而来的能力 就会兴起 这是圣三位一体神的做工 今天此时此刻 你在持对话 有一瞬间 圣三位一体神的做工 甚至福音当中会兴起 救赎的做工 基督的能力 从上而来的能力 在基督里面 圣三位一体神里面 就会完全 因着基督的名字 全部都引到我们 因着基督的名字 显出的祝福 是什么样的祝福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 临到宝座的祝福 当然这个 我们就叫做神的国 宝座的祝福 临到我 我们把这个叫做国度 就叫做神的国 真的是 宝座的祝福 会以超越时光的英语 最珍负的英语 就是超越时光的英语 就会显明出来 结果就会显出 救火二三七国家的光 因为宝座的祝福 临到我 所以神的形象恢复 我的灵魂得力量 我所有的生活 就会显出 伊甸园的祝福 我们所有的脚步当中 就会 能够显出 与我教会现场空前 绝后的神的做工兴起 我们所有的过往 时间 全部都成为 我们的大的大半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刻 成为与神立下 内幕契约的时刻 未来的当中 就会进入神的里面 把这个叫做 我们持定正确允许的时候 是神会兴起的应允 我们不是跟随应允前行 也不是为了得到应允去挣扎 我们只要 持定正确允许的时候 神会按照神的时间 这两次给神的应允 持定错误的应允的时候 就会错误的应允 某一方面来说 如果你们没有应允 是神要让你 持定正确应允的时刻 此时此刻 也在做工的基督 那一位现在 也以圣上我们的神 宝座的能力 祝福时代的做工 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持定 这一切祝福 做工 真的能够体验 此时此刻 也在做工的基督 用这些祝愿 各位每个脚步 都能享受这个祝福 话语的结论 马太福音六章 二十一节的话语说 在我保物存放的地方 有我的心 我把保物存在那里 就我的心也在那里 今天本文话语当中的 犹太人呢 他们的心里面 没有福音 只有律法 怎么样做 才能够遇到神呢 行为律法 他们心里面充满了这一切 但是神从最初 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怀抱的就是 福音 创始三章十五节 女人的后裔 要伤蛇的头 这是我们最初 心里面就要怀抱的 我们要以财宝存在心里的 就是福音重要的核心 这是神 给我们重要的 祝福的应允 神计划的重要的应允 就会跟随而来 本周 福音 基督的话语 因着你们进入这里面 此时此刻也在做工的基督 愿你们体验到这一切 成为证人 用主的名祝愿我和各位 现在解决我们人生 所有问起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神无法言语的大爱 圣灵 内住 做工与充满 持定基督的应许 在这时代 愿见证此时也在做工的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请将近他的头上 他的家庭子女产业 与所有的地教会 宣教地 现场做礼拜的一切 现场于我们教会之上 从今至到永远 常常同在 阿们